这几天很高兴 因为天气很好 终于开始放情 之前我们经常觉得温哥华这边 今年的冬天很奇怪 好像已经去到五月 出了櫻花 还很冷 没办法穿这些薄的衣服出街 无论都要套着衣服或羽绒 今天天气很好 待会跟大家去看花 我们今天很快就有一个 我们今天除了看楼花 看真花 妈咪加养的真花 我们今天主要很快去看楼盘和楼盘 楼盘很快速 这么多楼花项目 有史以来发展商的节奏是最快的 我们记得由第一条片 跟大家在这个位置讲方计划 差不多两个星期多一点 到今天其实三天前 发展商已经放了很多单位 我们也拿了很多 购买了的客人都写了 他也提前问发展商 拿了更多其他单位 所以其实最近都一直有人问的时候 你们You're not too late 还有单位选择 而且还是第一回合的价钱 我想跟大家更新一点 跟价钱上有关的事情 因为之前没有实价在手上 变成都是猜猜猜一百零几 我举几个例子 这些是现在我们可以立刻去写的单位 我们由小单位开始讲 例如A3是一个一房单位 它的方向向东 现在暂时看出去就没什么遮挡 将来也是有起楼的可能 然后这个单位的话 我们有3205 3205写了 3206写还在 有652,900元 也有个2,000元的折扣 一房的积极很四方的 门口进来 衣柜 洗碗 碟机 厨房 客厅 然后房间 楼梯 这边向东 它在大厦的这个位置 每一层有两个 另外 一房加钉 这个有钉的 它是向西边 看到Skytrain 但是景观相对开揚 而且应该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1701 1709也写了 1701 687,900元 这个还是有得减2,000元 因为那个Early Burger的优惠 这个是向西的 跟刚才的积极很类似的 不过门口进来 多一个钉的空间 都是有洗手间 Washer Dryer 厨房 客厅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 1-Bag Guard钉 另外 两房单位 我们放一个大两房给大家参考 之前买了十几二十几三十几都有 现在有一个 32楼07 大家看到它 Uniprise 978,900元 有个5,000元的折扣 这个是大两房 所以它是整个建筑 相对比较漂亮的位置 在东南区 这个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赤价比较低一点的 其实就是1,050元左右一呎 如果大家觉得 其实我都不用买这么高楼层 赤价比较低一点 我们想用来做 Investment Unit 这样的话 其实是有些楼层再低一点的 比如说95万楼下 都有选择的 我们可以跟发展商再选择 到这十几楼 那整个塌心就会降低 赤价就可以接近1,000元左右一呎 还有这个 小一点的两房其实都很热门 现在暂时我手上没有 因为我刚刚写了 我会再问发展商拿 这个746呎 它有几只积的 但都是差不多一呎 就是两房 两个洗手间 亦都有试镜的客饭厅空间 Cornal Unit 没有什么走廊位 它的价位差不多由80 头中 即是可能83万 去到90万之间 所以大家如果说 可以多给2、3万出来 可能86 那你已经买到比较高层的单位了 所以压低个塌心 85万以下都有选择 有兴趣 我们帮你拿单位 Lock Off Switch 全部105万以上 亦都很少 大家要的话就尽快了 OK 那分享完这个之后 有关于楼盘的这些细节 其实我拍了两条影片 就不再重复了 太沉了 Simon Free是最划算的 2500元 Oasis的话 其实5月15号的时候 它的early birth discount 已经结束了 不过应该可以帮大家 争取那个优惠 预计5月底 6月头就会写单位了 如果大家还是last minute 想入的话 那你尽快跟我说吧 我帮你和发展商说回 应该会拿回那些early birth的优惠 即是低一点1% assignment fee 那些减几千元的优惠等等 现在是East Tower West Tower卖光了 East Tower就应该准备 5月底到6月头开卖 East Tower的话 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整个project最漂亮的户型 或者是景色最好 最多人选择的就是这些 基本上是1、2、3个单位 那这个是一房 这个是两房 这个是三房 因为这里看出去 下面是蓝 东全部都是park view 是很open的 所以这一边的单位 一房的话 大家可以预计 差不多不到80万开始 例如78至80万左右 是starting 2房 如果大家要这一只职 B4 也是我说过 最漂亮的这一只职 871尺 其实大家都要预计 starting price 1.2ml 主要是因为它的景观 那去到旁边 这个就是C1三房单位 这个三房单位的话 我们之前 East Tower卖光了很多个 大家预计 它的starting 应该都差不多 158至160万左右 这些是它的价位 如果大家想买两房 这个是C1三房 1053尺 它是站在一个 完全是South facing 是旺公园的 大家的继续看下去 好像这里这样圆形 其实它是一个很方正的继续 门口进来 是没有什么走廊 门口进来 衣柜 steam closet 这个可能是冷气机 那些东西都放在这里 然后进来之后 就已经是一个L-shaped厨房 有些台面空间 这里已经是客饭厅的位置 这里可以出到露台 这里是Cover 有glass panel 然后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房 主人房 有很大的walking closet 还有四层的洗手间 其实其实都蛮丝正的 这一个单位的话 就刚才说了 starting 都至少要158至160 大家预计一些 但C1它开始的楼层 其实是12楼 12楼下是什么呢 就是介乎两房 和三房中间的B式三位 它是两房加gas 所谓gas就是那间房 是有窗 有床 这个室内面值972尺 它就只有5楼至11楼 和42楼至44楼才有的 这个单位的价钱 大家也要预约138至148万 还有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两房加gas 972尺 那个值和C1其实很相似的 它只是C1三房 它这个所谓第三间房 是一个guest room 小一点 只可以放单人床 大家如果需要多一间房 但又不想给到 刚才C1 8至6万的价钱 这个8至384左右 是一个几号的选择 而且它的观点也很好 因为它向着草地和树林 话说昨晚 我们睡觉前 聊天的时候 就想了个懒 就是Carrie今天不是跟大家看楼花 而是看花花 妈妈家有很多花草树木 所以跟大家看花 这些是玫瑰 现在还未开 迟些就会开 我们可以走这条羊场小径 走这条小径 大家小心随少会中头奖 这里有很多松果 整地都有松果 开手收拾 收拾完之后放在哪里 被你妈骂死了 收拾了些松果 我们最近又吃虫子 虫子很好吃 但是虫子现在里面是没有的 虫果掉在地上 是因为里面的虫子已经没有了 我们前陣子在Costco 不如拿一包虫子给大家看看 等一下 你的车里面有虫子 阿基很喜欢吃虫子 不是这牌才喜欢 是吗 这边 放这边 放这边 随时拿 随时无端在街上肚 在前面 还要在前面 你看到多少钱 好像十几元 我们前陣子在Costco 买了很多包虫子 Pine Nuts 这个牌子 我研究过那些虫子 它其实是很难去采摘的 是吗 对 它要看季节 因为这些虫果掉下来 已经没有虫子了 因为虫树通常都是野生的 我拍你 不能大量种植 很大棵虫树 你看这些虫树多高 看头 这边 虫树很高 所以在中国 中国北部 有很多野生虫林 那些中国人 有些会爬上去 最高的那边 采摘虫果 那些虫果采摘下来 其实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很大个包住 它这些是开了 就是好像合图那样 这个是个壳 那些虫子其实是藏在里面 藏在这些洞洞洞洞 是合图的 所以你要 在等它未熟 未掉下来 那些虫子出来之前 你要采摘了那个虫果 再经过处理 去拿里面的虫子出来 所以一个虫果 只有几粒虫子 所以这么大包 十几元这么大包 其实很划算 大家可以去买 是的 还有它有很多油分 有很多Omega3 那些健康的油分 所以 无端端卖虫子 喂 妈咪你打理这个花圆 辛苦不辛苦啊 辛苦啊 怎样辛苦啊 你每天用多少时间打理 妈咪很害羞 还要做些什么 淋水 淋水 那你大约每天用多少时间 如果有观众 我们有朋友想 自己有个花圆 不用带啊 譬如就是这个范围 一个townhouse 花圆的范围 你要每天大概 或者每个礼拜 花多少时间 才可以这么漂亮啊 冬天不用的 夏天有范围 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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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那不用很多时间 这棵杜鹃特别高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区的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很远的 那边是南Delta 温哥华岛 向南边那边看的 那一会儿上露台看的 然后这个小小的草地 这些一块块 就是爸爸妈妈最近在收剪 那些一棵棵树木 这里温哥华水好 太阳又厉害 如果到夏天 即春夏开始 那些植物产得很蓬勃 所以你想要它 靓靓仔仔 其实是要花很多功夫修剪 刚刚才害羞 没什么怎样说到 除草之前的鸡仔 很久之前我们的影片分享过 那都需要很多时间 因为草里面又会生杂草 又容易被一些蛙蛙 不是不是 蛙蛙剁 草已经是一个学问 那这些原例 像这些 妈妈之前她花过很多衣服 因为我们的房子 是有少少向下斜的 后面的斜坡向下 那些泥就常常摁到 那些栏杆那里 那就容易煤 所以她又花了很多时间 妈妈、爸爸 她挖肚子起身 又铺一些东西在上面 那这些都是她修剪过的痕迹 剪了就令她没那么杂乱 和会生长得更加好 这棵好像叫年销 或是这棵 会开一些黄色 开完了 已经开完了 那棵是生毛出来的 那棵是哪棵 现在还没生出来 下一棵 这棵是哪棵 这棵是多很多花 比起香港的话 我们差不多春天 前排的家屋 屋金香 一路到夏天 会不同时间 有不同的花开 所以大家对大力原藝很有兴趣 如果用心地去收拾 这棵也是 这棵是卡扑和二楼 我们家的构造 是斜坡 所以上面是Ground 這裡也是Ground 可以說是Half Basement 因為這樣斜下來 上面二樓也是一樓 因為停車不需要走樓梯就可以進去 那時候也幫Daddy媽媽選了很久 這裡有一堆植物 有很多都是玫瑰 這條Sidewalk比較窄 這邊也是另一個草地 有很多植物 這些是屈甘香 跟我們家的那種不同 我們是沒有車褲 我們是用Carpot 路台外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這間屋我挺喜歡這一點的 看看 上來路台可以看到很遠 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水 很遠很遠 最近流行瘋鳥 所以弄了很多瘋鳥的瓶 好 我們分享完了 三樓已經到了 Wantle基弟會努力 工作之餘都會多出去玩 大家有興趣可以多追蹤我們的頻道 尤其是可以加我們IG 我們去哪裡玩 拍些漂亮的照片 大家就可以看到 拜拜